东古塔和霍姆斯北等战役结束后,最终向旭军投降的各路武装,在交出重武器后,大多都前往旭北部伊德利布省,加上这里众多的土系自由军武装。 伊德利布省可谓是一个大斗兽场,不管是各路武装本来就有的矛盾,还是叙利亚情报部门的可以挑动,这里始终充满着内讧和暗杀,即便是土耳其宪兵也难以制止。 在伊德利布省的各派系中,努斯拉阵线,HTS,也就是前基地组织叙利亚奔支成为众矢之地,即便是努斯拉阵线声明已经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,也依然遭到各派武装打压。 在伊德利布省被暗杀的各路武装头目中,努斯拉阵线几乎占了将近一半,即便是土耳其军队,也给出努斯拉阵线两个选择,要么就地解散,要么与其他武装合并,否则将无力将其消灭。 不过,按照现在情况看,努斯拉阵线在伊德利布省依然拥有较强实力,在德拉战役中更是获得叙利亚自由军的支持,成为对抗叙军的主力,这也是美国宣布不会介入德拉战役的原因之一。 根据最新战报,就在德拉战役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,伊斯兰国武装在伊德利布省有做大知识,不断扩大地盘,拿下了伊德利布市周边数个城镇,其中包括一个战略地位较高的城镇,直接威胁了努斯拉阵线目前控制的伊德利布市。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虽然都是恐怖组织,但却互相攻击,不管是在伊拉克、叙利亚还是阿富汗,基地甚至称伊斯兰国是恐怖组织,在其集会上制造自杀炸弹爆炸事件,伊斯兰国武装在叙利亚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嚣张,但却依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。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,拓展地盘,几乎向所有武装发起进攻,不管是叙利亚政府军,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,还是现在的努斯拉阵线,在伊尔木克那民营战役结束后,旭军宣布,不仅首都大马士革不在北里斜,也称其主要控制区内不会再有伊斯兰国武装, 但随即伊斯兰国武装就在大马士革省和苏维达省发起反攻,伊斯兰国武装现在在叙利亚,虽然没有什么固定地盘,但其凭借游击战和战斗力强的特点,不管是哪派武装都对他们很头疼,难以彻底消灭,即便赶走,也不知道会在哪冒出来,这回攻击,努斯拉阵线,也算是狗咬狗吧。 感谢观看